歡迎收看節目 在這邊呢 今天的盤勢似乎讓大家一下子高興 一下子又不高興 因為呢今天從最高到收盤 將近跌了100點 雖然收盤是收小紅 但是整個環境下來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手上的股票 它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的股票 我在追蹤的股票 它又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待會我會好好跟各位 再一次的解說 讓你知道這檔個股 它現在的狀況 在我追蹤之下 它又回到了什麼樣的一個條件值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盤 那大盤來講的話 這邊可以看得很清楚 開盤的話 一開盤先漲個42點 隨即呢 拉高 拉高的時候呢 漲了116點 然後就隨即下來 隨即下來 最低呢 收盤的話呢 就來到了9539 只漲了 剩下26點 所以今天大盤呢 跌了90幾點 我在節目中從來沒有跟投資朋友講 大盤今天多好 我們該怎麼做 大盤今天不好 我們又該怎麼 又應該怎麼做 我從來沒有講這個 我只跟各位講 你要重視的 你要注意的是 你手上股票的股價行為 不是今天大盤 長多少跌多少 大盤它是一個環境 那現在你的東西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請問 你最重要的要看誰 當然是看你的東西啊 對不對 這樣子呢 你才能夠知道說 我要什麼時候賣掉 我要什麼時候買進 就像什麼呢 就像我跟 你介紹的3227的原項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突破92元 就是我送給各位的資料 上面所建議的買進時機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它一路上來 到了3月6號 從3月2號到3月6號 就已經來到112元 整整的這邊的價差行為 來到了20元 請問3月6號禮拜五 你會不會賣 好 這是第一個 在這邊我也講了 張忠謀說 物聯網是下一件大事 聯電說 我們以積極不放過 好 各位請先記住 3月6號漲停板 來到112元的時候 你會不會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好 到了禮拜一 3月9號 漲停板 119.5元 我在這邊寫了 原相呢 它的基本面 去年的EPS 2.95元 是近兩年的新高 上季的毛利率呢 47.8% 是近20餘年的新高 20餘年的新高 好 它擁有穿戴配置最重要的產品 影像感測 光學觸控 還有 它受到大廠的青睞 所以股價衝天 同志朋友 3月6號漲停板 3月9號 當天也漲停板 請問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你是用 基本面去衡量這檔股票 請問 那兩天的其中一天 你會不會賣 絕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不會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把他們的焦點 就是放在基本面 就是放在基本面 他們唯一可以 可以看的工具 就是基本面 投資朋友 太弱了 這個太弱了 沒有這麼簡單 如果說一個基本面 就可以帶給我們的財富 我們買四季報 回來看就可以啦 外面厚厚一本 也不過100塊左右 對不對 所以說 那個只是告訴我們說 它今年 有什麼樣的動機 有什麼樣的動機 是有好消息呢 還是壞消息 它只是提醒我們這樣子 一個利多跟利空的事情而已 那我們真正要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 如果它現在要開始 開始有利多 它可不可以在現在的這個時機點 就去發揮 這個是我們要去看的 所以呢 到3月2號 到3月9號 一共四根掌停板 會員呢 安全下莊 財富呢 若貸為安 我也有 在手機上面告訴投資朋友 3月9號 我把原相給賣掉了 3月9號 可以再看一次 或許呢 你忘記了 不過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證據都會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天的那個時候 我把手機 弄到3月9號那邊去 因為在賣股票的時候 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 有魄力 才可以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是 這個是3月9號 2015年3月9號 禮拜一 禮拜一 好 我們往上推 往上推 往上推一下 好 我們盡頭往上推一下 好 這個是3月6號 也就是禮拜五 我在那邊 恭喜所有的會員 原相掌停板 這個時候 我跟投資朋友 我跟會員講 我們持股續抱 就可以了 但是在3月9號 禮拜一的時候呢 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是我賣掉第二檔 第一檔是萬國 在第二檔 請獲利市價賣出 3227 原相 恭喜會員大賺 這是3月9號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他基本面那麼好 請問我為什麼要那天 把他賣掉 為什麼 我不是白癡啊 我也不是笨蛋 對不對 掌停板我幹嘛 把他賣掉呢 我可以跟他賭啊 賭明天是 他會不會跳空跌停板啊 我頂多賠7%而已啊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我要把它賣掉 很簡單 因為我發現 他的股性行為 在那個地方的震盪 已經有一點落差了 那我大膽的去揣測 一定有事情會發生 那只是不曉得 這個差距的價格是多少 不曉得而已 還好這個差距價格 並不大 所以在這邊呢 我也 我就把它給獲利了結 那我的會員 財富做一個增加動作 第二天 這個是3月10號 3月10號最高的股價 來到122元 最低111.5 這個是跌停板喔 3月10號喔 我還打電話 因為有投資朋友來電話登記 所以我還打電話跟他說 你把原項先賣掉 他還反問我一句話 老師不賣可不可以 那我說不賣 我現在打電話給你幹嘛呢 那你是不是懷疑我 你還是把它賣掉好了 雖然我不能夠 去要求他說 你不賣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 當然不行 我只能再一次勸導他說 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專業 你把它賣掉 好 賣掉呢 跌停板 那還好我堅持請他賣 不然的話 今天的這個狀況 或許他會打第二通電話來罵我 我們再來看 那這個地方 3月10號 跌停板呢 那經過了三天 我做了什麼事情呢 我在這邊畫個圈圈 11號 12號 13號 3月13號 我在這個地方畫了一個圈圈 告訴各位 他現在的價量互動 我在追蹤他的價量互動 然後到了昨天3月16號 我又畫了一個圈圈 又跟各位講說 現在的價量互動 我密切注意中 請問我在注意什麼 我在注意什麼 從這個圖表上 你可以看到我在注意什麼嗎 你應該看不出來吧 如果你看得出來 你就跟我一樣厲害了 所以你一定看不出來 這樣的一個圖表 我到底在注意什麼 好 我現在把它放大 再去做一個位置的限制行為 請問 這兩個圈圈 代表什麼 各位看懂了嗎 你們看清楚了嗎 如果你還沒有看清楚的話 我講給你聽好了 這樣子比較快 好 第一個 這個地方 低買 這個地方 高賣 隔天跌停板 請問 這樣的操作 這樣的操作 請問有沒有滿分 有沒有滿分 如果沒有滿分 有沒有99分 有吧 好 既然你已經會低買高賣了 你的操作行為 一定是獲利 這個是百分之百的 因為低買高賣 這四個字就代表你是獲利行為了 我們來看這個大圈圈 這個是3月10號 這個是今天 3月17號 曾經來過跌停板 那這個幾天呢 這裡面幾天就是這個 就是我畫的這個 價量互動的行為 好 這個圈圈 跟這個圈圈 請問 有沒有很相似 這個地方呢 是原相它賣掉的時候 經過幾天的整理 然後下跌了兩天 而這兩天的幅度 這兩天的幅度 正好是今天3月17號 這個幅度 我看的是這個 我在等待的也是這個 現在讓我等到了 讓我等到了 那我會對它用 做什麼樣的動作行為呢 我還要看 看什麼 第一個 它會不會破壞了習性 這個作手會不會破壞 它的一個習慣的習性 如果破壞了 這檔個股呢 我會戰告一段落 那如果它沒有破壞 它沒有破壞 也在這個地方呢 做出它要去做的攻擊 那投資朋友 第三次你就要準備開始喔 這可不是隨便說錯而已喔 如果今天 我沒有每天在這邊原相跟你講 只有在原相大賺的時候 我跟你講 跌下來我都不講 這個是我 我失格 我不配當分析師 但是從原相3月10號 跌停版 到今天的跌停版的每一天 我都有把它的重要行為 告訴給各位 就是要讓各位去了解 到底我們去操作一檔股票 你必須要擁有什麼樣的認知 那你的認知 絕對不可能只有基本面 絕對也不可能只有技術分析而已 這樣子太狹隘了 太狹隘了 這樣子要做到股市的獲利 我覺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偶爾而已啦 那如果說你可以能夠 全方位的去認識 這檔股性 它到底 在這樣子的表現的時候 它會做出什麼樣的動作 這個一定要先知道 一定要先知道 那如果知道的時候 你就會成為早知道的人喔 你就不會去想說 啊什麼叫做千金難買早知道 這句話我實在不懂 如果你了解了這句話 它在你身上是用不到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唯一只要去看 今天它會不會去破壞 如果它破壞了 這檔股股 你暫時休息 你沒有任何損失 但是今天它如果沒有被破壞 做手的習慣 還是會在這樣子的行為 去進攻的時候 投資朋友 你會每一波每一波每一波的 做上去喔 所以一檔股票 你可不可以跟它掌握到它的最高點 就是用這樣的角度 這樣子的技術去做的 這個絕對不是空口說白話啦 不然的話我早就不跟你講原相了 今天看到原相疊我比你更害怕 但是沒有啊 它反而是來到我要的那種的情形了 所以各位再看一下 這個圈圈所發生的行為 包括天數 這個圈圈裡面發生的行為 包括天數 只差在哪裡呢 只差在這邊 是兩根的黑K 這裡是一根的黑K 但是記得 這兩根的黑K加起來 幾乎等於今天的這一根黑K喔 這樣子講了解吧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有這樣子的股性認識的進出 你才會在股市中賺到大錢 我們先進行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一條龍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瞭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投資獲利 數波零二6630-3237 6630-3237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一條龍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瞭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投資獲利 數波零二6630-3237 6630-3237 黃金雙幾 五站到達安 精品飯店宅 PGW國際建築團隊 台北時尚 一致三房 二九四八六七七七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一條龍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瞭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投資獲利 四波零二6630-3237 6630-3237 6630-3237 請先約 海采啊 站你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阿嬸不知道有人介紹他 尚快有剩下的粉 是水的 就那個啊 孤雞市長的阿龍介紹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煙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煙 澆油泥骨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還淘落煙酒稅以及健康福利捐 他原因 出健康不適合失業煙 歡迎再度回到現場 所以投資朋友 這股市操作呢 一定要像我這個樣子才可以 為什麼呢 這個是實力 沒有什麼為什麼 就是實力 那你如果說 吳老師你怎麼可以 可以學到這個樣子 因為我在股市學習的時候 我第一個在學的時候 不是基本面 也不是技術分析 都不是 而是我想要知道 在股市是鬥志行為 是人與人之間的鬥志行為 我們今天不是跟一台機器 在那邊拼來拼去 不是 是兩兆雙方人馬 那一定有一個跡象 它是勝利的 一定有一個跡象 它是失敗的 那你要去把失敗的跟勝利的跡象 全部都找出來 再加以去判斷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的時候 它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這個發生的事情 投資朋友 更懸喔 你要配合指數喔 不是說今天發生的事 上漲也是這個樣子做 下跌也是這個樣子做 不可能喔 不可能喔 你要配合多與空喔 你才可以知道 到底為什麼 你可以去了解到 這樣的一個細膩度 這個以後再說 以後再說 以後有太多的時間見面 那我們再來看看 上個禮拜我跟投資朋友講過 這檔股票 我沒有打開 但是我有跟投資朋友講 它製作影音的 製作影音的 為什麼呢 我為什麼會在這個上面 放個影音的呢 我自己那個時候 我也稍微想了一下 因為我本來這份資料 我是要送給各位 就是有關於物聯網的概念股 好 物聯網的概念股 那為什麼我會在這邊送一檔 好像跟物聯網 沒有太大的關係 雖然有碰到一點小關係 但它並沒有那麼大 它是做影音的 就我跟投資朋友講過 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就看電視在想 如果現在呢 我熱了 或者我冷了 我可不可以不要起來 按一下開關 冷氣就變小 或者直接關掉 我就不要走過去了 麻煩 或許電視你看到 看得正在精彩的時候 所以說 現在的環境 已經把小時候的那種想法 都給實現了 那第二個 柯市長 他上市的時候 他說他要把台北市做到 全東南亞的第一名 那這個時候呢 智慧城市一定要 一定要開始落實才可以 那在智慧城市 落實的時候 請問 城市是由一個家庭 所激合 激起來的 所以說 你要先做到 智慧家庭 那這個智慧家庭 就是我介紹給各位這檔的 相信我以上講的這些話 你還記憶猶新吧 所以這檔是哪一檔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檔呢 三五四一的西伯 三五四一的西伯 這個時候呢 上個禮拜 我有跟投資朋友講 智慧家庭 然後我在這個3月12號 介紹給各位 3月12號 介紹給各位的 但是投資朋友 你手上有一份資料 跟我長得是一模一樣的 100% 否則我負法律責任 一模一樣的 那為什麼這一檔股票 到現在我才揭開 很簡單 因為我說過 我說過什麼 我說你拿了我這份資料 我上面會有這個 買進時機 還有操作說明 也就是說 買進時機是你買進去 操作說明是出廠行為 那你只要按照我的買進時機 哪一個先發生 那個就是你第一檔 哪一個第二個發生 就是你第二檔 所以你按照這種方式下來 你就可以第一檔 第二檔 第三檔 第四檔 第五檔的這樣子賺 每一檔就這樣子賺 看到那個操作 操作說明的時候 你就給他出廠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我送給你的資料 跟其他的頭顧老師 其他的節目是不一樣的 我上面沒有基本面跟技術面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嘗試 我不會失去嘗試 把一個差的介紹給各位 不會 但是我覺得操作 才是我們要盈虧的一個結果 只有操作才可以帶給你的利潤 對不對 所以我把操作的狀況寫在上面 而且呢 還是事先去寫喔 我不是看圖說故事 今天長什麼樣子要該賣了 今天長什麼樣子我要買進去了 不是 事先我就已經寫好給你了 但是有沒有錯誤呢 一點都沒有錯誤 好 我們來看看這檔 那這檔的時候 第一個 在3月12號的時候 他突破了壓力區 突破了壓力區 也就是這個 這邊也有一個上影線 我們鏡頭可以近一點 好 這一根紅K棒的左邊 有一個綠色的上影線 各位可以看到 當初這個上影線最高的時候 來到了134元 最後呢 收盤的時候 收了125.5元 其實我在這一根的時候 我就很掙扎 我也是人 我會掙扎 我掙扎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是126元 我這邊有寫126元 那這個時候 他到底有沒有那個企圖心 要突破這個壓力區呢 我一直在盤中看 一直在盤中看 也就是看什麼 看他的價量互動行為 跟原相道理是一樣 後來我認為 他會上去 他會上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 看這份資料 今天3月17號了 他連第二個壓力區 都過關了 各位我們可以這樣子看過來 這樣子架位過來 到了這個地方 這個是第二個壓力區 所以這是第一個壓力區 這是第二個壓力區 今天3月17號 西伯智慧家庭 已經來到了140元 收盤139元 在這個地方呢 他創下的底部的新高 突破壓力區 特別會員百分之百的資金 都在這一檔 什麼叫做百分之百的資金呢 就是他全部的資金 只做這一檔 我的特別會員 全部的資金只做這一檔 那特別會員幾百萬應該有吧 當初買到現在 不用多 20張就好了 三四十萬了 但是你才花多少成本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就是操作 當你對這檔股性了解的時候 你只會去想 有沒有一個標格更快的讓我買 你只會想要賺更多 你不可能會去想說 我只想賺一點點 那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地方 當我看到希伯那個破底翻的時候 破底翻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注意了 投資朋友 今天你如果去做多 你知道做多的條件 有幾個嗎 很多個 我先講兩個就好了 第一個破底翻 第一個是破底翻 那破底翻的幅度是多大呢 第二個是紅三兵 這兩個你能夠掌握到 而且你可以知道這個比例行為 開始是屬於做多的攻擊點的時候 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建議投資朋友 在股市中賺錢很難 難在哪裡呢 你了解得多細膩 有沒有那麼粗糙 如果說今天你每一檔股票 每一個操作行為 你都有隨時的去改變自己 盤行自己 你終究一定會達到 在股市中賺錢的這個目的 不是嗎 所以說 不是說今天說 今天我賠了多少錢 沒有關係 下次我把它賺回來就好了 問題是 問題是下一次你用 同樣輸錢的態度去做 你就可以把輸的錢贏回來嗎 怎麼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投資朋友 跟著我做 把你以前的虧準 全部賺回來 我覺得這個才是 你我之間在股市中所 第一件事要做的第一個大事 我們明天見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一條龍 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瞭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 投資獲利 四波 銀耳6630-3237 6630-3237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一條龍 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瞭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 投資獲利 四波銀耳6630-3237 6630-3237 6630-3237 回國21天內若出現不適 請先撥打1922防疫專線 1922提供24小時 國內免付費的 傳染病電話諮詢服務 預防伊波拉等傳染病 非必要請勿前往疫區 若必須前往 不接觸禽鳥 野生動物 或接觸病人 不身影生食 注意個人衛生 若時勤洗手 咳嗽戴口罩 疾病管制署 關心您 欸 寶貝啊 我們賺點錢 妳都存在哪 應該啊 而且是我交出存款 很抱歉